台湾佛教普贤基金会出资购买轮椅 并透过驻南非代表处ACC阿弥陀佛关怀中心 捐赠给南非残障协会全国总部 捐赠仪式当天驻南非代表陈忠 副代表石成茂和参事徐永怡等驻外代表与乔领们 都出席官吏见证台湾不分宗教及国界的爱心 南非残障协会全国总部这一天洋溢着温馨欢喜的气氛 因为台湾佛教普贤基金会 透过驻南非代表处和ACC阿弥陀佛关怀中心 要捐赠70多部轮椅给南非国际残障协会 包括驻南非代表陈忠 副代表石成茂 参事徐永怡和秘书王玉清 市议会代表帐 以及南非残障协会各区代表与工作人员 都出席了这场捐赠仪式 对于台湾人无国界的爱心 各个受赠单位表达由衷的感谢 甚至还有受赠代表感动的伴着泪光 今天很荣幸代表我们台湾的普贤基金会 来南非的残障协会全国总部 捐赠轮椅 其实是台轮椅 那轮椅对于残障人士来说 就像他们的脚一样 轮椅这个让他们可以自由移动 因为可以自由移动所以可以工作 也因此可以赚一些钱来维生 那么普贤基金会呢 就最近数年每一年都捐赠 轮椅给南非的各相关机构 那么由我们代表处来代表捐赠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在当我们台湾在国际上扮演 轮到这个救援提供者的角色 这是很重要的一环 台湾佛教普贤基金会这几年 陆续透过驻南非代表处 和ACC阿弥陀佛关怀中心 捐赠轮椅给有需要的残障协会 今年一共捐赠230台 希望能实际帮助残障朋友 享有更便利的生活 也让他们因此可以自力更生 甚至创业做生意 台湾跨越宗教和国界的爱心 成功的协助政府在国际间 扮演人道救援的角色 台湾恒关电视苏展庆 南非约翰宁斯堡采访报道